难怪诸葛亮不肯接刘备的班 你看看刘备的遗嘱咋写的 三国演义咱们看过了 不知道多少小伙伴是这么想的 那就是蜀国是流禅这个败家子败掉的 如果当初刘备托估诸葛亮的时候 诸葛亮当人不让 那么蜀国也不会灭亡那么早 还有可能问鼎天下 那么托估的时候 刘备明确表露出意愿 那就是让诸葛亮接自己的班 为何诸葛亮不肯呢 其实咱们只要了解刘备遗嘱的内容就知道了 客观事实是 刘备托估的时候精神状态是非常好的 而历代帝王的通病就是多疑 刘备也不例外 所以当时的那一幕是这样的 刘备先是去执笔写下了遗嘱 然后让诸葛亮将遗诏交给太子刘缠 让诸葛亮照看刘缠 然后才说如果刘缠还可以 就继续辅佐他 不行就取而代之 而遗诏的内容是让刘缠及其兄弟 把诸葛亮当作父亲来看待 如此而已 如果刘备想让诸葛亮取代自己 那么就应该写一份传位招书 而不是仅仅一张遗诏 这摆明了 还是让诸葛亮辅佐刘缠 你说诸葛亮会取而代之吗 咱们知道蜀国以仁义立国 如果诸葛亮篡夺了刘缠的位置 那么蜀国不用为国来打 自己就分崩离析了 诸葛亮也做不了天下 在这刘缠的太子之位 多年前就确定了啥叫太子 那就是皇位的接班人 老皇帝死后 必须太子继位 刘备当然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在遗诏里虽然写了让他的 儿子们像对待父亲那样对待诸葛亮 却一个字都没有写让诸葛亮继位 所以刘备绝对没有让诸葛亮继位的想法 他心目中的接班人还是刘缠 再者 刘备与诸葛亮聊完以后 精力还很充沛 他又叫来了自己另外的两个儿子 武王流水和梁王流离 除此之外还召唤了赵云托故 这说明 如果诸葛亮当时表态 要继承刘备的位置 刘备还是有精力吩咐账下刀斧手 将诸葛亮剁成肉酱 然后再找其他人脱钩的 刘备是把诸葛亮当良师一友 可是涉及到皇位更迭 他就没有那么大方了 皇位还是自己的儿子最保险 另外从之前的一个小插曲 也可以看出刘备的高明 他看朱马素并不能担当重任 这点连诸葛亮都比不上 所以刘备早已经看穿诸葛亮的为人 才故意说让他继位 其实不是真相 而是让诸葛亮更感激 这样将来会更真心地辅佐刘处 可怜天下父母心 刘备为了刘处做了那么多 可惜刘处还是那么的不争气 蜀国最终还是过早地被灭掉了 刘备在九泉之下也是非常痛惜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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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注目中安